嗨大家好,我是苏苏,今天我们来看科幻电影《X战警逆转未来》 在未来世界,变种人遭遇了史无前例的打击 一种可以复制变种人能力的机器人哨兵成为了横扫一切的存在 为了改变这个绝望的未来,谨慎的X战警只能拼尽全力寻找新的出路 而大家的牺牲最终为幻影猫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 它成功将主教的意识送回到了三天前 让主教提前预告了这次袭击 未来随即被改变,成功活下来的众人也与X教授在中国的秘密基地会合 并开始讨论下一步对抗哨兵的方法 而这一切的起始都源自于魔形女瑞文1973年的一次暗杀行动 当时有个名为特拉斯克的科学家最先提出了哨兵计划 但他却喜欢用变种人做实验 他的行为导致了瑞文的怨恨 于是他成为了瑞文手里的第一个亡魂 可瑞文的暗杀行动随即暴露 政府不但抓到了他,还发现了他经历变形的秘密 并在50年后建立了能适应所有变种能力的哨兵部队 变种人群体也因此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而在这个未来,万磁王只能与X教授联手抗敌 他们认为幻影猫身上的超能力便是一个突破口 但由于意识穿越对头脑有着极大的损伤 幻影猫只能将主教的意识传回到几天前 对于X教授穿越回1973年的提议 幻影猫更是直接否定了这种可能性 而这时,拥有强大自愈能力的罗根自告奋勇 他认为自己可以承受这种损伤 并让幻影猫将它传回1973年 从源头上阻止这场灾难的发生 临行前,X教授和万磁王再次叮嘱了接受任务的罗根 已经两病染霜的罗根也早已不像过去一样浮躁 他怀着完成使命的决心 在幻影猫的操作下回到了过去 而当罗根的意识成功醒来时 他发现自己已经身处1973年 此时的他还没有爱德曼合金的钢爪 只有最初的骨爪 由于时间紧迫 罗根便解决了几个前来闹事的黑帮分子 然后赶紧行动 前去寻找X教授和万磁王 而此时,克拉斯克正在向议会提出他的哨兵计划 但他的计划在当时的政府看来就像天方夜谭一般 因此议会直接否定了他的提案 而与埃瑞克散伙的瑞文则伪装成上校 找到了被困的变种人 他还打倒了史崔克少校 成功将他们救出了军营 之后,便身为特拉斯克的瑞文又混入了特拉斯克公司 并翻到了特拉斯克拿变种人做实验的秘密档案 战友的遇害让瑞文悲愤交加 他随即决定杀死特拉斯克 为变种人同胞报仇 另一边,回到过去的罗根来到了已经废弃的变种人学校 但此时的学校里只有年轻的X教授查尔斯和野兽汉克 而更让罗根意外的是 虽然查尔斯可以再次行走 但他却非常颓丧 甚至对罗根口中所说的未来毫不关心 而经由汉克的解释 罗根才得知了真相 原来,由于越战打响 变种人学校内的老师与同学们便被迫应召入伍 学校也因此关门大击 这让查尔斯深受打击 而汉克则为查尔斯研发了一种可以缓解他脊椎疼痛的血清 以此让他重新站了起来 但一蹶不振的查尔斯却过量注射 导致他失去了心电感应的能力 而此时,罗根的话已经让查尔斯担心起瑞文的命运 于是为了阻止瑞文继续犯错 他最终决定帮助罗根 但他们开始行动之前 必须先救出艾瑞克 而此时的艾瑞克正被关押在五角大楼的地下监狱内 这里被纯水泥的砂石结构包围 而且戒备森严 于是为了救出艾瑞克 罗根便决定去寻求好友快银的帮助 虽然此时的快银只是一个小屁孩 他根本不认识罗根 但完事不公的他显然惊不得罗根的挑唆 于是当他得知罗根等人也是变种人后 立刻就接受了劫狱的邀请 一行人伪装成参观的游客 混进了五角大楼 汉克首先改变了所有监控的图像 而快银则利用超级速度混进了警卫送饭的电梯 在用胶带将警卫粘在电梯内后 快银穿着警卫制服将盒饭送给了艾瑞克 此时的艾瑞克看着饭盒里的字条不明所以 而快银已经开始用双手进行超高速震动 并很快便将厚重的玻璃震碎 带着艾瑞克逃离了牢房 但这时警卫又赶了过来 于是快银拖着艾瑞克的头 带他飞速上了电梯 这样离奇的体验让艾瑞克一时无法适应 而查尔斯和罗根也已经在电梯外准备接应 众人会合之后 艾瑞克才得知了查尔斯的情况 由于查尔斯再也无法控制他人的意识 艾瑞克便准备出手杀掉突然冲出来的警卫 关键时刻 一旁看戏的快银及时行动 他飞速地绕场一圈 不但放倒了众人面前的所有警卫 还改变了子弹的路径 成功解决了危机 救出艾瑞克后 众人与快银分别 罗根也将带来的情报与艾瑞克分享 而查尔斯则忍不住抱怨起了艾瑞克之前的所作所为 可查尔斯的指责也让艾瑞克怒火中烧 他险些因为自己的失控导致飞机坠落 但通过这次争执 两人也彻底澄清了误会 重新成为了好友 另一边 瑞文已经杀掉了一名越军高官 兵取而代之 只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在和平嫌疑签署之前 特拉斯克却开始推销他的哨兵计划 正在介绍自己探测装置的特拉斯克 很快就发现了变种人瑞文 但伸手灵活的瑞文 还是轻易解决了周围的安保人员 而就在瑞文准备开枪击毙特拉斯克时 罗根等人及时赶到 这样瑞文有些分神 史崔克则趁机用电击器击中了他 艾瑞克见状迅速将史崔克击倒在地 可让众人没有想到的是 为了消除瑞文带来的威胁 艾瑞克竟然想要直接杀了瑞文 查尔斯和汉克赶忙出手 为瑞文争取逃跑的时间 但瑞文还是被艾瑞克控制的子弹击中 而随后打成一团的艾瑞克和野兽 更是让公众陷入了恐慌 此时罗根又因为看到史崔克 而陷入了不稳定的状态 未来的罗根开始挣扎 并将幻影猫刺伤 而随着未来罗根意识的离去 这个时代的罗根逐渐回归 此时的他根本不认识查尔斯 这让局势慢慢失控 幸好苦苦支撑的幻影猫 重新控制住了罗根 罗根的意识才再次回到了过去 虽然野兽的阻止让瑞文最终逃脱 但无数媒体的围观 让变种人的存在也公之于众 借助巴黎和平峰会制造的骚乱 特拉斯克成功说服美国总统 同意了哨兵计划 并得到了研究所需的资金 而艾瑞克之后发现 特拉斯克公司的人 竟然在混乱中提取到了 瑞文遗落在现场的血液样本 这让他意识到 事态已经渐渐失控 之后 瑞文又找到了艾瑞克 想要知道他伤害自己的目的 于是在艾瑞克的讲述下 瑞文也得知了那条来自未来的信息 但他不认可艾瑞克的计划 于是两人再次不欢而散 另一边 罗根明白 想要找到瑞文 就必须借助查尔斯的心电感应能力 虽然查尔斯最终被说服 但已经变得脆弱的他 却无法控制自己的力量 甚至还弄坏了脑波强化机 于是为了让查尔斯重拾对自己的信心 罗根开放了自己的意识 让查尔斯通过他前往了未来 并与未来的自己经营了交流 而正是这次接触 也让查尔斯再次坚定了本心 可未来的幻影猫由于失血过多 渐渐开始无力支撑 于是万磁王与冰人 便救出了正被人类研究的小淘气 准备让小淘气吸收幻影猫的能力 可他们很快就遇到了哨兵的攻击 于是为了让万磁王与小淘气成功离开 冰人最终应勇牺牲 但成功逃离的几人并不知道 一个哨兵的残壁 也跟着飞船来到了变种人的基地 而在过去 特拉斯克最初设计的几台原型机 即将在媒体面前进行展示 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艾瑞克找到了运输原型机的列车 并用金属的力量改变了这几台机器人的设置 接着他又夜袭了特拉斯克公司 然后获取了当年被拿走的特制头盔 艾瑞克的计划非常简单粗暴 那就是在庆典当天 直接用特拉斯克的原型机杀掉总统 但查尔斯却采用了迂回的方式 他在获知瑞文依然想要杀掉特拉斯克后 便与罗根等人潜入了会场 然后找到了伪装成探员的瑞文 并将他成功拦下 但这时艾瑞克直接搬起了一座巨大的体育馆 接着他又在众人惊讶的目光中 启动了特拉斯克的机器人 并向人群发起了攻击 在警卫的保护下 总统与特拉斯克躲进了位于白宫底部的庇护所 瑞文则趁机混入其中 而为了向人类展示变种人的力量 艾瑞克将体育馆直接砸到了白宫上方 查尔斯也被掉落的建筑结构压得无法动弹 罗根本想出手阻止 但他显然不是艾瑞克的对手 艾瑞克一边操控原形机攻击野兽 一边用钢筋管穿了罗根的肉体 并将痛不欲生的他扔向了不远处的河中 而在未来 肉身的疼痛让罗根在石床上开始抽搐 他的状态让所有人都感到了隐隐的担忧 可更棘手的是 哨兵已经利用那只残兵 追踪到了X教授等人的基地 年迈的万磁王看着人在苦苦坚持的伙伴们 便决定再次披挂上阵 为他们争取更多的时间 而面对无数蜂拥而至的哨兵 万磁王便控制飞船撞了过去 并让暴风女用闪电引爆了飞船的动力源 制造了一个巨能炸弹 在剧烈的爆炸下 哨兵被瞬间摧毁 但万磁王却不幸被爆炸的残片刺中 而更让众人没有想到的是 一些哨兵竟然攀附在了峭壁上 并在夜色的掩护下对他们发起了进攻 受伤的万磁王健壮 只能用飞船残片封死了大门 虽然万磁王被救进了屋内 但继续在屋外战斗的众人很快就无力支撑 他们被强大的哨兵狠狠压制 并最终全部战死 而在过去 艾瑞克直接将整个庇护所从白宫底部拉了出来 愤怒的他扯掉了庇护所的墙壁 然后将武器对准了总统等人 在动手之前 他又借助现场的摄像机 向人类发布了变种人的宣言 可他的话音刚落 总统便挺身而出 他用自己作为谈判的筹码 希望艾瑞克放过其他人 但艾瑞克并不知道 这个总统其实是瑞文所变 瑞文称艾瑞克大意之计 利用特制的塑料手枪先发制人 将他击倒在地 在打晕艾瑞克后 瑞文又转身准备杀死特拉斯克 但这时 查尔斯突然定住了所有人 可他并没有像以往一样控制瑞文 而是在劝说完后 将选择权交到了瑞文手中 将他自己决定变种人的未来 此时 在未来的战斗中 伤众不治的万磁王与老友一一惜别 而少兵也冲进了最后的堡垒 眼看奋力抗争的众人都难逃一死 X教授的心中也升起了无尽的绝望 但让查尔斯欣慰的是 瑞文嘴中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并丢掉了手中的武器 而正义举动彻底改变了未来 变种人的危机也终于被化解 接着 瑞文又拿走了艾瑞克的头盔 得到信号的查尔斯立刻控制艾瑞克 移走了压在他身上的钢铁结构 可查尔斯与艾瑞克还是因为 各自的信仰分道扬镳 他们真诚地告别 并最终走上了各自选择的道路 而随着艾瑞克的离开 瑞文也隐溢在了人群中 另一边 随着窒息感愈发的强烈 未来的罗根逐渐放手 并重新回到了未来 此时 他发现自己竟然在X教授的变种人学校内 那些曾经一起并肩作战过的战友 也都好好的生活在这里 而更让他意外的是 他居然再次看到了情 虽然雷射眼及时阻止了罗根的亲近 但罗根依然有着如梦似幻的感觉 起初 X教授只是熟忍地与他打着招呼 直到罗根提起了不一样的历史 X教授才意识到 那个改变历史的罗根已经回归 而过去的罗根则被人类从湖里打捞了出来 他恢复了意识 并被伪装成史崔克的魔形女带走 可在更加遥远的过去 变种人天启正在搭建金字塔 他是凡人口中的神明 而X战警也将迎来更加强劲的敌人 好啦 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别忘了点赞评论 我们明天再见